停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我先来 游戏名字是Project Eve 中文名是夏娃计划 背景是外来物种入侵 人类潜入海底70年后 最终培育出拯救地球 清理怪物的人间利器 夏娃 除去故事背景 跟这个游戏是ARPG以外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这游戏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个游戏开发商是ShiftUp 项目主美和CEO 都是金亨泰老师 金亨泰老师也是 建领整个游戏的项目主美 目前ShiftUp是由她和她的妻子创立 旗下代表作有两个手游 一个单机 分别是Nikki的Gardiness of Victory 尼基胜利女神 和Destiny Child 天命之子 以及现目前各位看到的 单机ARPG游戏Project Eve 夏娃计划 这个游戏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 放出了宣传PV 而现在看到的只是Prototype 实际出版雏形测试视频 所以关于视频里面的穿模 以及碰胀体积 不用着急 众所周知 没有不穿模的游戏 只有藏到好的游戏 更何况这只是Prototype 后续还会有继续优化的 今天先讲个游戏 下一期咱们来讲讲这位 提及韩国插画风格 就绕不开的人物 金亨泰老师 看话就找华丹君 客观明儿见 Bye